突发,蔡少芬老公被紧急送医,伤势严重,危及生命,双腿恐瘫痪。 蔡少芬手足无措,气不成声,都是因为我,她才成这样的。 前港界蔡少芬的武打明星老公张静,爆出拍戏受伤入院,需及时动手术。 即使她身在内地拍摄电影时,发生严重意外,疑似左脚骨折。 而且身体有多处受伤,剧组积极送她入院接受治疗。 蔡少芬接获消息后,吓得魂飞魄散。 现年48岁的张静,今年在内地胜为抢手,燃指综艺节目。 同时,细节细作不停,近月身在浙江为古装电影《陌路狂刀》开工的她。 据悉上月底在片场拍摄时,突然发生意外,到底且身体有多处损伤。 尤其双脚情况最为严重。 电影公司紧急送她入院治疗。 当时身在香港的蔡少芬接获通知老公受伤,即忧心如焚。 但碍于要照顾三名儿女分身乏术,最终剧组安排张静返港做手术, 让蔡少芬安心下来,也方便她亲自照顾老公。 4月9日,蔡少芬老公张静发文透露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 她分享了两张照片,看到里面的画面网友打吃一惊,原来张静受伤了,而且非常严重。 照片中张静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,她鼻子还插着氧气,头发凌乱。 她的两条腿已经打满石膏,被包裹起来,可能受了很重的伤。 看照片,现场张静刚经历了手术,并肠上乱七八糟的。 看她的表情却很淡定,对着镜头还比着可爱的手势。 虽然张静并没有透露具体细节,可能是她手术清醒之后,给蔡少芬报平安吧。 另一张照片中,张静的一条腿被举在空中,脚上绑着纱布。 她胳膊上有各种仪气的管子。 这时候张静已经做完手术,她在试图活动自己的腿。 从张静卧床的照片中可以看出,张静伤势不清,左腿骨折打着石膏,厚厚的纱布包裹下,腿被吊在半空中。 再看蔡少芬老公张静的左手,手臂上还有明显的血瘀。 张静发文说,拍动作戏嘛,难免的事还是难免会发生。 她的语气很坚强,也没有含苦喊泪。 张静的硬汉的本色体现出来了。 张静脸色调脆,或许是为了让广大粉丝放心,勉强对着镜头比着叶的动作。 除了左侧的双十过重外,张静右腿也有纱布固定,手上还挂着调品。 由于事发突然,目前尚未知晓张静到底是怎样受伤的。 根据她的经纪公司发文,哥加油,披肩斩棘后会有滚烫的人生。 网友看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担心张静的身体。 不过她只是腿受伤了,她还在评论中感谢网友的关心。 有网友说很心疼,希望她不要这么拼。 张静回复说,但不拼不行啊。 网友说这才是演员甘有的态度,受众伤也不哭,而且保持乐观的态度。 不像有些明星破了点皮就叫哭连天。 蔡上芬昨日回复时,透露老公已接受手术,多谢关心。 做了手术,现在要等康复。 而张静的经理人对于意外受伤经过,低调不做回应。 只表示多谢你们关心。 她不是断骨,具体的东西就不交代了。 她OK,没什么啦,现在在香港家里休养着。 其实张静向来不爱惜身体,擅长拍动作片的她经常要应付不少武打场面。 曾经讲过,静可能都会轻身上振,缺少用体身。 得知她受伤后,大批粉丝涌到其社交网留言慰问,并祝福她早日康复,好好养伤。 伤筋动骨一百天,可不许乱动。 天哪,注意安全,好好休息,快点好起来。 提进斩棘后,有滚套人生的。 张静努力赚钱,老婆蔡少芬则流港照顾子女为主。 上个月,她独自带同三名子女到新加坡旅行,并在社交平台分享旅游账。 当时她发文,我接受一个大挑战,依托三。 我的第一次,好兴奋,好紧张,好担心。 见她与子女到主题乐园及动物园,她表示我真的要给自己一个棒棒的。 每个孩子安全带回家,任务完成啦。 她又搞笑叮嘱老公,你好好干活。 由此可见,身为大新,年岁一大,拍起戏来的的确风险系数极高。 如今张静已经48岁,面对影视成就斐然的老婆蔡少芬, 及他们所生的需要养育的三个孩子。 演起戏来,去拼命也是人之常情。 张静拍戏受伤,住院,住豪华病房,伤痕明显太憔悴。 插管,吸养,人乐观。 人到中年,四肢协调,身体恢复能力等各方面都大不如前。 即便是明星有潜作各种保养,也不得不服了。 许多演员在拍动作戏的时候,经常会背负一身伤。 年轻的人可能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, 中年人则需要一个很长的修复期。 张静年轻时也很能打, 可如今他拍戏却意外受重伤住院, 让不少人感到担忧。 4月9日上午,张静发问感慨道, 拍动作戏嘛,难免的是,还是难免发生。 他的语气充满无奈。 可以看到张静住在一间豪华病房内, 四周是超大的落地窗,窗外景色宜人, 晚上还能在高层欣赏城市的夜景。 在这样的病房里住院,想必费用也很高。 张静似乎是摔断了腿, 左腿被纱布缠过着, 依然能看到肿得很明显。 张静拍照时并没有打针, 可他身边还是有很多医疗设备的线, 与管子,手腕处也能看到有明显的擦伤。 另一张图中,张静站在打针, 他穿着病号服,插着管子的西洋, 脸色十分憔悴。 虽然身负重伤, 但张静还是非常乐观地对着镜头笔叶。 不知张静是否因骨折动了手术, 他的左腿上有尿电包裹着, 两边还有冰块冷腹消肿。 粉丝们得知他住院的消息后, 劝他以后要注意身体, 不要这么拼, 但张静却表示自己不拼不行。 张静拍戏一向都很拼, 之前他拍狼群的时候, 刀尖距离眼睛只有一厘米, 鲜些伤到眼睛。 其实张静长相很帅气, 唱歌跳舞能力也不差, 他本可以上综艺或者演一些更轻松的戏, 但这并不是他真正喜爱的。 张静从小习武, 是国家舞音级的运动员, 他热爱拼搏的过程, 哪怕受再多伤也不后悔。 这些年他早已是伤痕累累的状态, 演织用的时候, 身上疼到睡不着觉, 等痊愈后又会去拼命拍动作戏。 张静与蔡少芬结婚后, 一共养育了两个女儿, 一个儿子。 48岁的张静为了气而依旧在拼命赚钱, 希望他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, 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